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韩国的天王级选手 江东润 对阵马斯特的一盘棋 江东润是白棋 挂 这个白棋选择的呢也是对角 可能 应该是也有所 就是对于这个地方有所想法 选择了一个对角的下法 黑棋 这个地方是这样啊 白棋下成这样之后 白棋其实本手呢肯定是应该拆三 算是一个正招吧 就是定式的延续 感觉黑棋也不怎么便宜 反正正常 但是很显然白棋不想面对正常 不想面对这个非常正常的局面 所以呢 或者这个呢也可以理解 就是希望 你出头嘛 无论你怎么出 钉这个 钉这个 或者是你跳 跳可能薄一些 跳着有点问题 基本上可能会钉在下边吧 他希望交换一下之后 根据你的应对 我再来选择我自己的下法 这是白棋这个 他想凑个吊子 接下来黑棋呢飞在这儿 乍一看就觉得损啊 这明显这有问题 对吧 这个爱好者朋友都看到 挤了一靠 这地方是薄的 他怎么会这样响呢 这感觉黑棋是有点过分啊 靠 这样 这个 黑棋似乎没有什么好棋可下 乍一看 我觉得甚至于会怀疑 这真的是master在下吗 这棋行怎么下 这么奇怪 我们一直在强调 说master的棋行下的特别好 棋行走的特别 特别到位啊 每个棋行走的特别正 可是教科书 说了他很多好听的 你现在怎么下成这样了 这个棋被依靠 这能冲吗 不能啊 冲被一断 可以说是崩溃的形状 怎么办 我看啊 做这个 断 离 贴 如果说这个地方局部黑棋就没有手段的话呢 这地方白棋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把这个地方封锁了 成为一道封锁线 你刚才加我这个字 熟视无睹 变成一个负担 那这棋黑棋是没法下 黑棋有好棋 黑棋的下一手棋是在这个地方下出了 应该说还是满分的一招 这个时候搬这个是好棋 这时候如果从里面冲呢 其实比较无谋 一个是对方可以断 断了冲下去 另外一个它就算长上边 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大不了的 不好办 呃 冲这个就没有棋 但是这个斑是这个局面上 很漂亮的一手棋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你不能粘住啊 粘住我一场 这你都缩到里面去了 亏了 你肯定想出头 但是我这个时候冲你你就难了 你不能断这个了 这我跟刚才相比 等于我蒸你的时候 你多逃了一个就被蒸死了 这不是一回事 而且本来我冲这个时候你可以长 现在你也不能长了 只有断这个 像它们实战一样 走到这儿我们发现 哦 原来黑棋是这样子的 这个棋还真的 如果不是这个斑的话 很难想象会下成这个样子 就现在 反而变成白棋比较重的局面了 因为白棋不能死啊 你气掉的话 哪个都是比较大的 嗯 实战呢 白棋也是没办法 从这儿就往外跑 黑棋把白棋断了 白棋没有办法再走了 你在这边可以活 但你走一个后手活 然后这边再被对方逃出来 这棋就跟崩了也差不多了 所以它实战选择了一个转换 从下边去掏了 就是等于它放弃这边了 这个厚薄它就完全不算了 我自己提到这个 它觉得也很大 这里呢也 有收获 提掉两个字了 虽然说我们过去说中央开花30目 现在已经这个理论 不能说不复存在吧 但是可能没有30目那么夸张 呃 但是这个提到的价值 依然我们不能否认它 还是很大的 所以现在形成一个转换的局面 做这个 然后轮到黑棋 黑棋实战呢 它也没有再马上这一带动手 这一带其实也挺大的 它没有下 守着个脚 这个就是属于特别淡定的那种 有的爱好者一看到对方形成大模样 就迫不及待的要进去 然后 特别眼红对方要成点空 其实你看过Master很多棋之后 就会发现 Master从来 可以说从来都没有说别人的碰 我主动深深的打入 然后 要给它洗光的 它基本上都是 呃有理有据的时候会打入 一般情况都是采取渗透 浅销的方式 其实这也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嗯 这款棋呢是尤为明显的 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体现 这种方式其实 呃 甚至说一个题外话 就是 Master的棋 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啊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结论 就是发现 围棋实觉我们都学过 但是围棋实觉里面 没有发现的是 围棋实觉里面对人的要求 其实往往都是 对自己的要求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学棋理很多时候是要求别人的 或者说有的时候觉得 围棋是兵法 呃去研究去怎么样的棋义 搞得很深奥的东西 都是要 在对方犯错的情况下 但是围棋实觉不是 围棋实觉都是对自我的要求 不得贪胜也好啊 是动虚相应也好啊 入戒已缓啦等等 啊 事故取核这些 每一条其实都是对你自己的要求 正和Master下棋是一样的 Master下棋呢 每一招都是充分的从自己的角度考虑 出发了以后呢 把自己首先要立于一个不败的 就是我自己这种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基础之上 一招一招的去累积 然后最终获得一个胜利 可是我们现在下棋有的时候 容易忽略到这些东西啊 大部分的时候靠的是 第一是靠对方犯错 第二的时候呢 自己那种自主就是 不自觉的想要去进取的那种心情 就会留下很多的破绽 所以爱好者朋友们如果说 嗯 愿意啊 平时愿意这个 多了解这个围棋的乐趣的话 其实我觉得围棋实觉 真的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应该多去研究 包括现在这个黑棋 黑棋走这个 嗯 他们又马上在这块来进行动作 之后我们来继续看 下的还是 确实是非常 非常非常不错的 刚才就慢慢走 尖 其实白棋的这个正式已经出具规模了 嗯 这很显然 这中央这个 空间很大呀 空虚 但他就不进去 这个棋也是 就相当于 白棋即使说想跟黑棋 嗯 搞一点激烈的动作 他始终 不上你的套啊 他也不来 他不跟你这个激烈 你就没办法 是这样他实现碰 对于这个大模样的态度 我觉得还是很对的 黑棋就是 你现在是有大模样 但是呢 下着下着的棋慢慢的 我在渗透当中 你的模样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走成这样之后脱鲜了 脱鲜 黑骑士先飞了一下 然后拆 白棋虎呢 黑棋又点了一下 看的人稍微有点头晕 不知道他在干嘛 其实黑棋 就是在布自己的阵 就很简单 就是在布自己的阵 你的阵是大 确实很大 但是我不急于进去 这个 就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 像大家有所感受的就是 如果你越是着急 对于这种空的 就说对方要成空了 我得赶紧进去 你越着急 那你这个地方 很有可能 一猛子扎身了 这个度你掌握不好 有可能一下就万劫不复了 像现在这个局面 不着急啊 慢慢下 是很好的一个态度 白棋现在打入黑棋 黑棋挡很有说话 这个字已经死了 就是 研究MASTER的期 就是到最后 会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围棋实觉 它基本上都运用的很好 这个说起来可能会比较可笑 大家就会觉得 现在谁还说围棋实觉 基本上已经没有人提了 但是真的是 围棋实觉里面的很多东西 不是糟粕 是从过去一直流到今天 还依然行之有效的一种 我觉得是比较好 为其解读的一个方式 真的MASTER就是这么做的 我在不我自己的镇啊 我没有去你这个地方 现在马上的去进入啊 洞虚相应 我还没到那个 时机成熟的时候呢 先耐心等待 现在走完这样了 我们来看啊 现在下一手棋 就更加让你觉得缓慢 是吧 这棋它就把这提了 缓吗 真挺缓的 这都已经这么厚了 可是它把这提了之后 它非常干净 味道好 下以后对于我要进去 就有效了 白棋围空 那黑棋呢 小在这儿 你看它也就不着急进去 你围我当然给你围 我自己呢 我自己呢 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呼应 点了走了走 走这个 糊在这儿 你不搬 剪下来 就把你的脚又给你掏了 嗯 看起来白棋这好像成了挺多的呀 真木树 粗粗一看 可能得有50 但是我们纵观全局呢 黑棋自身也是非常不能忽视的 它的这个木树 价值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其实 有的时候发现这个围空啊 反而不围比围的价值要大 白棋进来 白棋现在也是需要把自己处理好 这两个子呢 其实它也 间接的 对这边呢 也是有一些影响的 走成了现在这样之后呢 黑棋 黑棋 把它扯 贴 贴 没有下什么特别复杂的 嗯 你看它现在这个棋 黑棋要在这一档上乘点空 白棋不愿意 但是又遭到黑棋 从这边一打 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你要等待机会 等到对方露出破绽的时候 你再出击呢 这个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你不能说我 一看这对方要成 我就赶紧进来 最后有可能会 首先是受到对方有力的打击 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的成功率也非常的低 永远都是被动挨打那种类型的 所以 内心要稳啊 要有强大的内心 就等着 等着这个机会出现 现在就是这样子 这白棋现在真的很困难了 已经 这木没多少了 这还要被煎进来 这收一收就没多少空了 同时呢 你这中间其实也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收益 它现在是斑 现在黑棋只要处理好自己 这几个子就行了 这已经慢慢的在渗透它的这个孔 对黑棋就是现在黑棋对白棋呢 也是一个威胁 好 黑棋把自己连回去 其实就下到这个 目前为止啊 我们看 白棋刚才不是成了在围空吗 我也接受 但还是被黑棋破进来了 就是最终黑棋 白棋的这个中心 就是围在了这一带 就最后你还是 无论你花多少手手术啊 你这个 还是要在这一带就是数空 其他地方也长不出来木 所以 这盘棋 白棋 其实 我觉得白棋没有下坏什么 可是 从你开始这个地方 好像被黑棋走厚了以后呢 黑棋走的就是很稳的 它这种稳的 慢慢的 白棋露出破绽 它这个连班就是它的破绽 被黑棋打了一场以后 这棋就已经基本上不行了 所以 这盘棋最终呢 是江东润失败了 吃盘棋要为您带来的呢 是韩国棋手安城郡 对阵master的一只 安城郡是黑棋 这个时候啊 其实看了master很多局了以后呢 有些棋手也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 他就对于master也会使用就是想要像master套招的这种概念 就是你喜欢的我也试试 看看你怎么样硬 那master继续手脚走的也是很简明 继续一拆 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固定动作 如果白棋也拆的话黑棋就该走天元了 形成这个模样的一个互为 实战呢这个白棋没有这么下 白棋就选择了这个 对于黑棋的这个大飞手脚呢 其实白棋的倾销手段挺多的 每盘棋都不尽相同 有下过这个 尖充直接点在这儿 然后顶了班 有下过尖充的 这个尖充肯定是最不可思议的 因为 比无有脚相比呢 黑棋多了一路 这个木树也是增加 但是白棋依然尖充 这盘棋呢 他现在在这儿了 从这几个悬充来看 其实就是白棋对于黑棋这个脚上的实控 他认为大可以给你啊 没必要给你这个地方纠缠 而他实战的这一系列的这个 轻分手段呢 又总给人一种感觉过于早的 把这个实地全部都给黑棋确定化了 电竞成这样子 黑棋要硬 是吧 想象现在这个情况 我想任何人看的这系列 都会觉得 这里这么大的实地啊 就都交给黑棋了 是的 确实是有点不能 不能那么的理解 Master这个棋 因为 过于早的把这个实地定型了以后 对于自己 这块棋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 就说是 比如说白棋能成多少木 没有这种收获 反而是把黑棋走的这么铁 感觉上好像失去了很多变化的样子啊 但是不明白 这个是Master的特色 嗯 形成这样子了之后 白棋走这个 轮黑了 黑棋碰 就是Master因为他的棋简明 他总是能够在很复杂的局面当中走出来 非常简明的棋啊 使得呢 就是我们了解 他下这样的棋 其实也是简明的一种方式 他就 慢慢的形成他自己的那种风格 然后呢 自己可以去 发挥他这个之前下 布下的子的能量 嗯 黑棋拆 大肠很大 小剑 这个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一盘 跟这个局部类似的一个棋型 白棋走进去之后 就把黑棋这个子吃了 呃 后来是就是飞起来之后 就把黑棋这个子吃了 也是在这边呢 自己就是通过把白 黑棋定型 就是给他都把实地确定了 走出一个外事 然后那么下的 所以也是有可能 我们延伸出一种思考 就是他从来不觉得 比如说这样一走 我是在制孤 在治理自己 他可能认为这棋 明明就是黑棋比较薄 黑棋 反而应该为此来付出代价 啊 他可能认为的是我在供你 不是你在供我 贴 这时候黑棋呢没有马上硬 黑棋选择了这个键 嗯 介绍器其实也可以看出来 黑棋的态度啊 黑棋的语言就是 明明是我在供你 不是你在供我呀 对吧 我把你的根据地给你夺了 让你这个飞 做活的这个 没有可能啊 那你向外跑 但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黑棋的一个 可能是有一点失误 就是被白棋走到外面以后 对黑棋来说 自己的压力也大了 就是所谓的 弃伤拳打别人 有的时候自己也受点内伤 一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就是 黑棋如果不交换这一张呢 其实 情况会好不少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 可能也想不了那么深远 就觉得 就是我们自己认为对的 其实就是对的 但是你经常跟Matter 下班之后 你就开始怀疑了 你自己认为对的 到底对还是不对啊 不清楚了 现在我们来看啊 这棋 黑棋呢 从这边走 其实这几招 也挺逆的 这个方向 方向比较逆反 当然对 对自身的这个 加强是有帮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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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轮到了白棋 白棋就走走走走走走走 好 好 轮到白棋了 白棋的煎冲 在这边呢 先要借借力 这几招棋啊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就是白棋这几招 这还差一个档 到底便不便宜还难说 但是当它下一手棋 下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明白了 它真的是要再攻黑棋的 这不是黑棋强 是白棋认为自己比较强 它便宜立 这个时候我们看 黑棋明显没有眼味 没有回家的路 留在它面前的这个方式 那就是桃啊 置孤 这时候我们来前桃 应该说这一串 还是白棋得分了 白棋继续压 在这儿呢 白棋是 考验了一下黑棋 但实际上也没有棋 这个地方 正好不行 因为你这边吃 这边吃都不成立 你如果挡这个呢 它可以把你吃掉 虽然你可以度一下 但是由于白棋没有眼 你始终 即使你这地方有子了 你也不能跟黑棋对杀 黑棋眼杀白棋 所以等于消化了几个 用我们的看法 就是完全是损结材呀 这个结材损了一袋吧 但是白棋它的最终目的啊 就是它走这一大串 它最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木树 那它这个时候走完 它其实也不想整体攻你 只离整体攻你的那一天还远呢 把这个吃掉 这个的价值确实也非常大 先手吃掉之后 回到这一防守 可以说最终白棋 就是这个Master 它想要的东西 就是实打实的木树 至于一些虚的 比如说我攻击你的时候 也许我会主动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些它不是很在意 那就比较虚 比较缥缈 实战黑棋跳 这招戏也挺大的 把棋飞 继续经营这个下方 黑棋漏 漏完了拆 其实从现在开始呢 可以说已经开始进入到 AI 就是这个Master 他的这个节奏里面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从他接下来的手段当中 可以看出来 其实黑棋这两招 应该说非常的薄 再让你走一手 局部都活不了 那我 应该说白棋想要 对黑棋这个棋展开 展开进攻 应该是轻而易举的 但是 我们发现啊 观察Master的棋之后 很多时候 很多地方 他都不会主动的去出击 当然他是喜欢争先手的 但是在进攻方面呢 他永远都采取的是 先做其他地方的准备工作 他也不是不吃你的棋 他吃你棋的时候 一定是已经准备工作 做到了百分之百的时候 他才出手来吃你 在此之前呢 他都是在不停的 像他实战这样子 做思想工作 在这边开始展开 就是 他走的棋呢 既是有价值的 同时呢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敢用墙 那你这下边 你这两个子 基本上 离无机而终 也差不多了 因为这棋确实是 如果白棋走得很厚 黑棋你自己活都活不了 所以呢 现在这个局面 我们看黑棋只好 通过这种手段 其实是损害自身的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木树 白棋已经走一手 去全部走住 差有个半 更关键的是 这块棋没活 所以黑棋什么都不敢 这个贸然的用墙 实战呢 飞 白棋已经到了这个 无视 无视黑棋的地步了 完全就是 把自己走后 注意这个棋 其实白棋 已经把黑棋吃了 黑棋不能走这个 A B 剑合 这也不行 所以白棋 就是把自己走得 特别特别的厚 全身都是铁 那你在我的铁上 你怎么样去 冲击呢 冲击不到 所以 就人就在这种地方 就下不过他 没有办法 实战啊 走得走 他就没有马上脱 趴一下 脱 黑棋呢 就是想要就地做活 白棋也并不是在吃你 也可以给你活 但是这个按道理来说呢 肯定应该提呀 跟他这个 继续 纠缠他这块 些不活的这个鱼味 但是MASTER 从来都不是这样子的 他这个旗下的 应该说 要多清除 有多清除 要多简明 有多简明 现在就是牢牢的把所有的 隐患都消除 把这个铁又补了一个 全局的木属情况怎么样呢 是什么 让他这么自信 可以 可以说已经相当任性了 下子 在这 平平的在这吃 吃子 这块棋才是重点 他都不去攻击了 不是他不会攻击 而他觉得没有必要了 我们来数数木吧 这块棋 大概20木 因为现在的时空 也不是很确定 上面还有一些潜力 20木 27木 这地方有点东西 所以这可能没有木 这块呢 也20木 20 27 47 70木 白棋总是有的 这块还是很大 看看黑棋 62 差不多 我们把这一线数上 这线数上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木 62 如果加上这个 也就是70木 起的样子 可能 轮黑棋下 黑棋把这个提了 盘面胜负的感觉 就是盘面黑棋 不一定输 但是对于这个 要贴木来说 对贴六木半的 这个负担 也是很大的呀 所以其实 当定型成这样之后呢 当然后边呢 也进行了很多 但实际上 对于马斯特来说呢 这个胜负的情况 他已经是 非常清楚了 我们也多次的强调 就是对于马斯特来说 当他 一旦开始收兵的时候 你就知道 其实已经是对你宣布了 判了死刑了 已经是让你没有希望了 那你走 我就跟着你都硬 提这个 这个全局最大 他就收官 这都 这都比较 比较简明 可以说 全局没有什么 复杂的 看不清的地方 最最后呢 也是 应该说黑棋 还是很顽强 但是呢 也是两木半 最终的这个结果 白胜两木半 这盘棋 如果我们用来总结一下的话 我觉得白棋 真的是下的 平淡 就是用平淡来形容 可能最贴切了 这一上来 它就下的非常平淡 但是呢 它就始终是我没有走什么很坏的棋 如果你走出了坏棋呢 我就把你抓住 比如说黑棋 这样的这个 这手棋 稍微有一些 进攻的想法 但这个想法呢 在Master这 他肯定觉得 可能你有点过了 过分了 这个被白棋 抓住之后 我们再看看 这样的棋 没什么机会了 随之盘棋呢 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